明星时大渣男你知道几个 郭富城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所以只勉强排在地市面 网友说第一位连人都算不上 郭富城和熊带林大家都不陌生 他俩熬过了七年之痒 大家都以为修成正过时 郭富城去一脚将熊带林踹掉 还说出鞋子不合脚这样的鬼话 郭富城和熊带林在一起是已经四十多了 而熊带林仅仅只有二十五六 熊带林和郭富城分手后 嫁给了一个叫郭可颂的富二代 熊带林这也算是人生赢家 从一个普通家庭嫁入了豪门 第九名便是郑少秋 提到郑少秋大家就会想起沈殿霞 郑少秋和沈殿霞交往时还是个新人 很多人也不看好这段感情 认为肥吉沈殿霞将来会吃亏 但是他就是听不进朋友的宣告 所以在郑少秋成功走红后 便一小将沈殿霞踹掉 娶了小时七岁的关青花 所以网友怀疑他是借沈殿霞上的 第八名便是江华 江华出演大悦人长久后爆红 与歌手兼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